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2年9月17号 欢迎收看由洛杉矶华人资讯网耗时比频道打造 在美中日下午2点播出的留言终结者 9月8号 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 享年96岁 一些社交媒体用户正在流传 她的死因十分蹊跷的说法 9月9号 在Instagram上分享了一张女王的照片 上面的文字写着女王在底特律被枪杀 同时底下还有各种各样恶意的猜测充斥着 帖子有说女王在休斯顿 在Momphys还有在费城被枪杀 同时这些帖子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产生了5万个点赞 而类似的帖子还有数百次的互动 但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毫无根据 根据了解最近几个月 女王的健康状况一直都不太好 白金汉公在9月8号的一份声明中宣布 女王正在她为余人庄园巴尔莫勒尔堡接受医疗监督 就在同一天推特账号王氏家庭发表推文说 女王在家中平静的离世了 根据美国国务院称 女王在位时间曾经6次访问美国 最后一次是在2007年也没去过底特律和Momphys 根据底特律新闻报道 女王离底特律最近的时候 是在前往加拿大城市温莎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还称 女王在1976年访问过费城 1991年访问过休斯顿 但是最近她也没有去过这些城市 虽然英国王氏没有救女王的死亡确切原因发表声明 但是UIC Today的报道说 在近几个月以来 女王出现行动不变的状况 经常缺席健康问题每况愈下推迟会议 那人都有生老病死 女王去世也是人类的自然结果 近期很多医疗媒体甚至包括一些地方的 卫健委疾控部门的新媒体账号发文说 动态清零将会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长期坚持下去 不过根据观察者网最近表示 经过查证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 观察者网表示 相关稿件呈上述说法是来自于 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常继乐之口 时间和地点是在9月7号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 观察者网指出 首先9月7号的新闻发布会不是由国务院举办的 而是中国这10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当中的其中一场 当天的主题是有关于党的18大以来 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成就 其次出席这场会的常继乐副局长回答了两个问题 分别是来自于海峡时报和中国媒体的 每日经济新闻提出的提问 那当场有文字实录 也有视频直播 常继乐副局长在回答当中 并没有表达过动态清零 已经成为或者是即将成为基本国策的说法 也没有使用任何会引发奇异的措施 如今不实的说法已经在一层当中有定期的传播 并且是出现了一些网民不断转发的情况 那观察者网表示说希望大家不要传播谣言 USA Today 9月13日报道 今年2月俄罗斯驻清乌克兰之后 有关于乌克兰地位动荡的消息开始传播 8月9日一篇脸书帖子说 泽连斯基向美国公司出售1700万公顷的土地 用户点名了向孟山都杜邦还有加吉等跨国公司 而这一消息后来正式为假消息 脸书帖子写道 泽连斯基向孟山都杜邦还有加吉出售 1700万公顷的农业土地 这条帖子已经被转发了1300多次 然后呢这种说法其实毫无根据 根据乌克兰的法律 外国实体不能够拥有土地 进步智库奥克兰研究中所的这个政策主任 穆索表示总统没有出售土地的权利 实际上根据乌克兰法律规定 向外国出售土地是非法的 总统也不可能把土地卖给公司或者是外国实体 乌克兰有严格的农业法 禁止外国公司拥有土地 根据乌克兰土地法 土地不能够转让给外国人 无国籍人 外国法人实体或者是外国所有权 这篇疯传的脸书帖子呢 还引用了澳大利亚国家评论的一篇文章作为证据 那最近的文章底部的编者 按更新了对所谓的交易的报道说啊 引用了1700万公顷是错误的啊 说因为呢这些被指控的公司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 持有土地 而是通过投资的基金所持有 穆索补充说 尽管私人土地转让被暂停 但是有超过200万公顷的土地最终还是相当于 被外国公司通过租约来控制 最大的投资者来自塞浦路斯 美国和荷兰公司 穆索说毫无疑问 加吉杜邦和孟山都在乌克兰的确有着重要的商业利益 但是并不是通过他们在乌克兰土地的直接控制权所控制下的 根据King9月8号的报道 当人们残疾或退休无法工作的时候呢 社会保障会为他们提供工资 那么那些已经开始退休的人 62次就可以开始领取社保了 最近几个月有很多人就提出了 关于2023年社保福利发生变化的问题 根据了解 由于高通胀 立法者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 即会给社会保险受益人每年额外2400美元的福利 那这个福利是真的吗 社会保障扩展法案的确提出了 让受益人每月多得200块的福利 也就是每年2400美元 目前法案在众议院参议院提出 但是还没有通过 众议院的德法奇奥和参议员桑德斯 是在2022年6月9号于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了社会保障扩展法案 但是国会还没有就这一法案进行行动 老年公民联盟的社保和医疗保险政策分析师Johnson说 这类立法在年前很难通过 而且现在国会又这么的分裂 社会保障立法需要60名参议员的绝大多数支持才能够在参议院通过 根据新介绍法案为新的和现有的领取者每月增加200块的社保福利 与年度生活费用调整分开 这意味着领取者每年能够获得额外的2400块 张森说即便是立法没有通过 但是支持者认为仍然可以会影响竞选当中的辩论 立法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才能够通过 需要与那些接近于退休的国会议员 老年人还有家人进行大量的接触 近日在推特上流传着奥巴马的老婆米歇尔 是做过变性手术的说法 并且伴随着歧视性的语言流传 经过简单的搜索就发现 此事并不新鲜 最早传播在2018年 像说米歇尔夫人是变性人这样的说法 是早在几年前就有在英文媒体当中传播 那所说的话是经过恶意篡改的假图缺乏证据 没有任何说明 米歇尔曾经是男人或者是跨性别者 2014年喜剧主演穷安 李福斯主持了一场同性婚姻 在场的摄影师询问 他是否相信美国会出现 所谓的同性恋或者是女性总统 李福斯说我们已经有奥巴马了 你知道米歇尔是跨性别者 事后呢 李福斯拒绝了别人要求他道歉的说法 他的发言人还向CN发布声明说 我认为这是种赞美 米歇尔是如此之用的吸引力 高个子漂亮的身体和脸庞 还有完美的妆容 但是他这样戏谑的评论方式有来争议 他的画只能够当作谐心的玩笑话 并没有引起广泛的负面影响 但是在2017年 又一份子亚利克斯琼斯发表视频说 米歇尔确实是跨性别者 他的证据包括认为米歇尔有非常宽的肩膀 和非常男性化的脸 有账号反复出现照片显示的就是 他们在成为丈夫和妻子之前是两个男人的证据 照片当中显示奥巴马夫妇年轻时的合照 照片还挺模糊的 米歇尔奥巴马的五官看起来更有刻板印象当中的男性特征 头发短额头宽 眉宫高下额宽 但实际上这个图是屁过的 原图是奥巴马在2019年1月17号 推特上发表的庆祝妻子生日的照片 有超过16万的转发和120万的点赞 从高清原图当中可以看到 图片完全是虚假捏造 以塑造米歇尔曾经是变性者的说法 除此之外 米歇尔大量的长期的成长经历的照片 可以推翻这一个虚假说法 比如说他曾经发布在80年代 在普林斯顿大学教员的照片 还有网友上传他在自传里面的一些童年照片 那非裔女性因为外貌被指控为像男的 这种谣言呢就是利用人们的心底对 种族的色彩的偏见 而且还要去虚假的修改照片去捏造指控 实际上什么样的相貌像男的 什么样的相貌像女的呢 区发女性的气质和男性气质 这一点本身就具有刻板印象了 比如说男的必须得高 必须得短发 女性必须得是长发 线条柔和等等 另外呢制造这样的阴谋论 也是希望可以以跨性别者的身份来贬低米歇尔 这是在污名性的 这是在以这个污名的方式去诋毁性少数群体 尽管跨性别者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 但是他们并不是敌人异等 一些微信公众号声称纽约市正在非法移民 为他们优先安排工作还影响到了绿卡排期 经过核查呢这是不真实的说法 一些自媒体官员借着纽约官员 致信移民局申领的这个积压的案件 以便庇护申请人可以按照本身规定的留长时间 获得的工作许可来放大这一说法 故意混合了工作签证和绿卡的概念 对移民群体进行污名化 2022年的4月开始 德州州长阿伯特派大巴运无证移民到民主党的城市 那这也对纽约市呢造成了很大影响 出台的相应政策以便能够帮助到达的移民 那纽约政府宣布负责第六区的市议员高布尔 确实写信给了美国公民 以及移民服务局局长 敦促处理积压案件 以方便他们能够快点找工作 但是这为非法移民优先安排工作是完全两个意思呀 除此之外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也希望能够帮助庇护者快点找到工作 根据为项目发生的人的消息 申请庇护的这个工作许可证的实际上也比较复杂 寻求庇护者可以再提交庇护申请 I589表格150天之后申请初步的工作许可 随后呢在180天之后获得工作许可 政府必须在30天之内做出决定 但是由于疫情影响 现在这一流程已经严重延期了 就像文章中所说的好多人在苦苦等待 它确实不假 但事实是庇护申请者和H1B的工作签证途径是不同的 庇护申请人能够获得的工作许可 工作签证 以及绿卡 排期 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是在谣言当中被混了一谈 工作许可和H1B在内的工作签 它也是不同的 工作许可是为已经已非法的居民 在美国临时居住的外国人所设计的 H1B则是这些人由美国雇主 这个获得者呢必须拥有专业的知识 并且学士学位完全不存在任何的冲突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订阅洛杉矶环咨询和好视频的频道 我是主播丽娅 每天下午2点留言终结者 我们不见不散